今天这个玩法你学会 嫦娥胜率直接翻一倍 大家好 我是老猪 这一把的装备和明文会在视频最后 那游戏一开局没什么好说 直接清个线 清完线之后 这个时候 哎 注意了 你稍微观察一下敌方辅助位置 像这里我往他们家红去走 但是笑语是往蓝去走 那这个时候你不用想对面肯定是蓝开 所以现在这一波咱们就可以偷三猪 偷小鸟 而反之你去红去的时候 敌方中府直奔你而来 那不用怀疑对面是红开 而且准备三位一把你给包了 所以这个时候反个球子也赶紧跑吧 这里反完野之后 发现队友入侵的敌方蓝区 那这一波运气还不错 咱们可以考虑把这个红也收掉 这种反对面半片野区的情况不是每一把都会有 一般情况的话是三猪 运气稍微好一点 鸟也可以拿一下 但不管是什么情况 你都会比对面先到四 那到四级之后 野区只要碰到了 你二技能一点 大招一开 一般来说收个人头so easy 然后咱们继续入侵野区 被我等级压制之后对面想过来守 那这个时候只要他过来就是送 一技能一中 牛头一控 看到夏宇身上没有被动 直接二技能一甩大招一开送这位兄弟上路 这里讲一下一个细节 嫦娥的一级大伤害不高 想打伤害的话最好是跟二技能一起开 你单独放个大伤害指定不够 这边中路继续对线 我们家辅助是真的狗 这个草虫真的可以啊 难得看到这么一位同道中人 那还想什么 那还犹豫什么 走啊 草虫走起啊 等了不到一会儿 对面是终于来了 本来是想抓一下这个赵云 但是敌方辅助项羽也是同道中人 不然的话这个位置正常来说不应该过来看个视野 那既然都是狗祸的话 来你好来 走你不好走 咱们这个打法的核心策略就是清完限制后去支援队友 或者是入侵敌方野区 前者是帮助队友以多打少建立优势 同时冲上一波经济 或者是占据敌方野区资源 降低对手的发育速度 而且这个效果比前面那个还好 那举个例子啊 敌方说你强任你强 我偷你双狼 假设双狼一共10金币 被你偷了之后个人视角来说 你的经济是不是比对面多10 但是全局视角来说 红蓝双方一变一条狼 你把对面的狼反完之后 你们家是不是有了双倍 所以这么一增一减 差距就不是10而是20 所以很多时候拉开经济差距的是野怪 冰陷什么的 你可以吃我也可以吃 只要不送塔又不会平空消失 而人都比什么的 只要不是被零封了 一般来说也拉不开差距 要知道你死亡次数越多越不值钱 所以你只有20金币 这就意味着你死了10多次 可能送出的经济还不如一波线 搞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这个打法为什么我说强 就是因为嫦娥在入侵野区的时候 拥有超高的青野效率 身一护为零的青野消耗 以及在前期对面不拿克制英雄 基本上是挡不住的反野能力 这几个要素叠到一起 嫦娥入侵野区之后 发育速度快的压比 而嫦娥这个英雄本身不强 但是一旦形成的装备和等级压制 那就不好意思只有一个字 当场无敌 所以玩嫦娥你的思路要对 只有这样你的努力才不会白费 很多人说这个赛季 嫦娥这个英雄不行 这句话没有错 确实不行 单纯对线的话 很容易被对面消耗 打团的话你开大又很脆 你不开大又没伤害 逆风的时候手夹守不住 顺风你还压不了他 就这样一个英雄你怎么看 怎么都不行嘛 所以嫦娥不强 但是当这个嫦娥发育好 那这个情况他就不一样了 当然了你可能会说 任何一个英雄发育好 他不都很强吗 只不过你忽略了一点 其他英雄没有这么好发育 别的中路法师他是因为强 所以才容易打出经济差距 而嫦娥是因为容易打出经济差距 所以才强 所以明白这个之后 嫦娥就没有对线这回事 咱们边线一行走人 等到你的装备压住对面了 这个时候打团不是随便打 向这一波抢下黑豹之后 对面项羽和赵云过来切我 那切我算是切对人了 二技能一放大招一开 送这两位兄弟上路 顺势上路压一波高地 项羽又在这里花里胡哨 一技能命中之后 先配合队友送这位兄弟上路 但是对面忽然一波连放控 这一波配合是真不错 被马可打出真伤之后 终于是被对面终结了一波 但是并不慌 复活之后继续来团 到了中后期 场合你不能当个法师来玩 你在后面躲着没得用 你做个吸血书 你像我这一波 西兰要吸血 本身还硬的鸭皮 这种时候你往前面一顶 对面打你一把不行 不打你也不行 那这一把他不就是大局一顶吗 名文是太难心眼和梦眼 装备是法刷鞋 十字预言 赤热 冰心 法刷棒 以及试诚之书 后期鞋子卖了换出货甲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